台湾希望义工团理事长游瑞峰 他看到东森幼幼基金会报导了小太阳学堂的故事非常感动 就特别提案给龙山林集团 而龙山林集团也特别捐赠一千万元的费用 在秀林地区来新建东工了一个小太阳学堂 希望可以照顾偏乡地区的孩子 东森幼幼基金会走访花林县秀林乡部落的小太阳学堂 看到小学堂的需求 并且透过义工团的协助 有龙山林集团赞助千万元修商费用 基金会也募得经费来捐赠给小学堂 我们也帮基金会帮小太阳 暂时我们募到了日月光 鼎星合得基金会 爱尔利集团 还有我们幼幼董事会们 每个人的捐款十万元以上 我们募到了大概有一百多万 这一百多万呢 就是我们基金会的小小心眼 还有各个捐款人捐的 台湾希望义工团理事长 游瑞峰也感谢龙山集团董事长林心爱 经费权益的支持和移工团的努力和成果 我自己是一个企业家 要跟人家开口 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 但是我跟林小姐开口 我跟她讲 这个建案 要一千万 我想在座很多人 一辈子要赚一千万 存款物理要看到一千万 根本是天方夜谭 看完这个客户班回到台北之后 她给了我一个好消息 她说 李市长 我决定 徐老师 决定 把这个工作 交给希望义工团 李仙爱小姐看到 解决的环境 老师努力 布了孩子的天真 心疼的 贫贫事累 慷慨允诺捐助千万元 李市长 我觉得 这个案子我想做 因为我觉得 它值得 因为 我做了这一个事情 我可以让 两百多的孩子 能够在这边 可以有一个 非常舒适的环境 谢露音校长 我们各位也感谢 龙山林集团董事长 林清爱 她创造了小太阳的奇迹 我看到林清爱董事长 掉眼泪掉了两次 第一次 我是默默的坐在后面 她非常的羞涩 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她还是讲到了她的父亲 因为父亲的一句话 要实现梦想 但是我要跟林清爱董事长说 你是创造了我们的奇迹 你是创造者 所以我们是不是 在热烈的掌声 感谢我们林清爱董事长 小太阳光卫协会理事长 与徐北定表示 将会空间免费 给项内需要的主任们 来使用 来发挥她的功能 这间教室 不是小学堂一个人 是所有需要的孩子 以及长者 你们只要需要 这么大的地方 是你们大家的 其他希望将小学堂 能够成为老幼共农的共存空间 让每个资源都能够妥善的运用 来到这边都会得到 妥善的照顾和陪伴 以及学习 也告诉现场所有的孩子们 有一天当于雨滴的时候 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去当别人的天使 让这份爱永无止境地闯不下去 记得 并或者很温暗 终于寻找不到 我们下枪结构了 暗 我们下枝